今天是慶民節四天連假的第一天 許多民眾都會入去的短箱 這也是雙鐵 公路局等交通運輸單位最忙碌的時刻 事實上這個忙碌的時刻從昨天就開始了 尤其是在昨天地震過後 各位必須密切掌握安全狀況 及時應變處理 在這裡跟大家說 大家都很幸福 高鐵在昨天下午一點之後就退步營運 台鐵也在今天 已經恢復雙線通車 這是對我們來講 在整個對東路的輸入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這是經過12個小時 能開解同盟的努力 在公路的部分 損害比較嚴重的是蘇花公路 現在依然是全線封閉 但其中下清水橋的段落最為關鍵 經中央部會跟地方政府現在正全力合作來搶修 不過剛才提到 臨時便道在4月16號做何以使用 就小車的部分 大車的部分也要等到5月1年 但是如果是大車的話 可以經過綜合 大概4月10號左右 我們應該可以利用中間進入花園 現在 為了協助花公民眾勝利返鄉 交通部在海運 空域上都已經啟動輸運的措施 今天來這裡 除了要了解交通運輸的狀況 我還要特別感謝各位同仁的辛勞 我也要拜託大家持續積極應變 密切注意輸運的狀況 隨時調整運能 提供民眾安心 安全的服務 救災跟維持交通運輸同樣的辛苦 我要再次感謝所有堅守崗位 在第一線努力付出的工作同仁和相關的單位 各位同仁 一分用心 就能讓國人多分安心 我們繼續全力以赴 全力守護大家的安全 也讓全國各地的交通運輸進去恢復 謝謝 謝謝大家